在遥远的非洲大陆有一种凶猛的动物尼罗厄 尼罗厄身长五六米 性格暴躁 一旦发起攻击 连狮子都只是它的猎物 这么凶猛的动物却能与一种小巧的鸟类 牙迁鸟和平共处 原因是后者会在它休息张开牙齿时 帮它清除牙缝中的残渣 避免食物腐烂 而牙迁鸟也借着清理的机会饱餐一顿 在残酷的生存法则面前 连动物之间都懂得了合作 利己是自然属性 利他则是社会属性 当代社会 竞争远比动物世界更加激烈 无论是平时交往 还是职场共事 聪明人都懂得双赢 先利他 而后利己 有这么一则真实故事 一位教育家来到一所小学 请校长找来三个学生 让他们做个游戏 教育家拿出一个瓶子 又取出三个系着绳子的小铅锤 小铅锤装在瓶子里 另一端被学生们握在手心 他对三个学生说 这个瓶子是一口井 不过现在井里没有水 你们手里拿着的铅锤代表你们自己 井口很窄 一次只能上来一个人 教育家拿起茶杯向井里灌水 看到水即将淹没自己 一个女孩低声对两个同伴说 快 你第一 你第二 我最后 三次刚出口 三个学生就顺利地把小铅锤一个一个提了出来 教育家对此颇为感慨 因为他去很多学校实验 每个学生只想着自己先出来 结果大家都堵住了井口 反而出不来 利他就是把别人的利益放在前头 让别人先出去 李嘉诚做生意有句很有名的话 最好的生意不是你赚九成 别人只赚一成 而是自己只赚四成 把大部分利润让给别人 乍一听觉得很不靠谱 做生意看的就是一个例子 生活中不知多少人感叹 谈钱伤感情 谈感情伤钱 可事实恰恰相反 长久的生意靠的都是诚信 仁义 互惠利他理论指出 非血缘关系个体间的利他行为 是一种互利关系 这种互惠利他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合作进化 只有你帮过别人 别人才会去帮你 只有别人和你合作开心 你们接下来的合作关系才会更稳定长久 互利行为实际上是自私的 通过利他达到利己 通过合作达到互利 但这是一种开明的自私 利他的本质正是互利 这世间每个人选择的道路各有不同 有人贪图眼前的诱惑落井下石 毁得看似是别人的路 也为自己的路安上了未知的埋伏 有人看中远方的道路雪中送炭 别人会默默记得他的恩情 在他将来需要时及时地伸出援手 庄子有言 古之之人先存诸己 而后存诸人 懂得利他的人擅长栽花 而不是挖坑 他们更倾向于把成本花在合作上 而不是恶性竞争 减少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 正因如此 懂得利他的人道路更顺畅 有这么一则预言故事 一个盲人每次夜间出行 都会手持一盏灯 替自己照明 路人好奇问他 你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 为什么要点灯呢 盲人听了淡然说道 我是看不见 但我点了灯 别人能看见 就不会撞到我了 豁然开朗 人生一如茫茫黑夜 一盏灯 就是我们对他人的善意 表面上 你对别人的帮助 对自己没什么作用 但实际上 却为你的未来铺好了路 清除了许多挫折 因此 懂得利他的人道路更顺畅 因为 人人都是他的伙伴 而不是对手 众善音 得善果 帮助他人 也就是帮助自己 聪明人 尤其懂得利他 在他们眼里 利他是一种手段 几年前 我参与一场高校的 无领导面试小组 录取名额有限 竞争非常激烈 现场弥漫着硝烟味 参与过程中 有几个选手 甚至出言不合 互相顶撞起来 在这种激烈的情况下 一个男生 每次讲完话 都会故意停顿一下 为一位宁静的女生 提供说话的空隙 避免他因为别人 喋喋不休 失去表达机会 最终分数出来 虽然那个男生 没有很惊艳的表现 但他却是我们 那场的排名第一 现场之后 更觉得理所当然 比起一枝独秀 大家更倾向于看到 百花齐放的场面 懂得利他的人 既帮助了他人 又巧妙展现了 自己的情商 怎么能不惹人注意 然而高情商不好培养 把利他变成日常手段 也不容易 生活中 我们如何做到利他 其实往往离不开 以下几点 第一 当别人取得成就时 我们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 做不了真诚地赞扬别人 至少不要诋毁他人 否则很容易给自己挖坑 第二 比起锦上添花 雪中送炭 更令人感动 当别人遭遇困难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那么我相信 下回你遇到困难 别人也会愿意帮你 第三 利他不意味着 侵害自己的利益 更不能被别人 用利他的理由 进行道德绑架 所有的善良 都必须有原则 帮助他人 也必须得有底线 利他是一件高尚的事 孔子曰 君子贵人见己 先人而后己 意思是说 只有品德高尚的人 他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 把别人的诉求 放在自己诉求前面 利他是一件快乐的事 作家古典说 利他的善良 给了个体巨大的收益 在做利他行为的同时 身体本身就释放了大量的激素 让我们更加幸福平静 利他更是一场 没有风险的投资 想一下 你给予的每一丝善意 都会被别人察觉 最后都会回到你身上 利他从而利己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 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认真地理解你啊 觉得学为你奉长作息 我一直都会记得 一句话强大都往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